函数来做的话 函数可以算个数但是要留下 数字或英文或中文的话 函数可能会有问题 即便可以也非常复杂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会把同样的逻辑 把它转成VBA 大概会做出类似像以前的 比如我一键按下去自动 帮我把数字个数做出来 非数字个数 留下数字 留下英文留下中文 最后全部清掉 或者你可以产生VBA第二种方法 就是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的留下数字 然后给一个资料按确定 帮我算一下里面的那个总total 的那个 一样后面都一样 后面我们一样会需要做出 留下非数字 数字英文中文 这些如果都做完之后 前面的函数就不用了 因为前面用函数来做 真的会很麻烦 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也稍微先讲一下 再来 第二阶段就是再来看VBA的部分 所以会分两阶段 跟前面那个入门班讲的 其实流程也是一样的 先讲函数 后面的话也许我们后面慢慢就不会再讲函数 直接就带VBA了 因为相对起来 VBA还是比较厉害一点 因为函数有些地方还是做不到 比如以这一题来看 后面三个 即便可以也非常麻烦 那么第1个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做出 算数 算这个总共有几个的话 那当我刚刚讲第1个你可以用扣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用那个文字里面的扣函数 但是扣函数呢 它只会抓第1个字 那你第2个字第3个字怎么办呢 OK那 再来就是说呢 那我要怎么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数字 它必须在40 一定是48 到57 之间 有没有 才 会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这样 第1个 你可能要先用那个先mid 为什么先切第1个字嘛 所以如果我先切第1个字好了 假设我先切第1个字 mid 资料给他 第几个字呢 从第1个字 到要一个字 那可是你想说老师那以后我如果要第2个字第3个字第4个字第5个字 5个字的话怎么办 这时候 你这个地方就必须把它写成一个正列 正列意思说呢先抓第1个 逗点 抓第2第3第4第5 那可是底下有没有 有些不止5个字 如果不止5个字怎么办 有时候你可能就要多多让他往下抓几个字 假设我们预先先大于那个总字数就对了 也就是说这个有点像是让他跑一个回圈 的道理差不多 那可是当然第1个这个这个就在正列 如果你要执行正列的话通常会Ctrl Shift再Enter 他才会去执行 那我们第1个 先抓 他理论上 目前只会抓第1个 所以回来是1 那后面的话如果你要让他跑 就要 Ctrl、Shift再Enter 他才会执行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抓到1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他减下 我希望拿这个字来判断是 内码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把他再放到Ctrl里面 69 OK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 那个是在48到57 就是40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有个ASCQ内码表 那是不是在哪个范围 是不是在47以下 在58以上 而且这个是要连级 特别是要连级的话 就是这个往下 这个往上 那他一定会交 这个要交集 那我要交集的话 我要怎么去让这个逻辑跑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麻烦一点 第一个 你要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Ctrl的结果 是不是大于47 这个地方记得先把它做一个大 把它刮斧起来 这个刮斧 如果他是大于47的话 它Return 就是True 如果不是那就False 那True跟False在以色列的函数里面 True的话 它就代表1 False代表0 1 就是True 0 就代表False 所以我们可以用 用乘 乘法来代表交集 乘 比如说你把这个 中间加一个乘号 乘 然后把它再copy这个逻辑 贴到后面去 把它改一下 因为这样 同样的东西 小于多少 47到58之间 OK 58 如果联集 交集的话 一定两个都要1 1乘上1 才会是1 对不对 就是用这种逻辑 1乘上1 才会是1 那表示它是什么 就是一个数字 如果1乘上0 还是0 0乘上1 还是0 表示它就不是一个数字 用这种方式来表示逻辑 那 再来的话 你要必须怎么样 把这边总共有一个阵列 总共9次要把它跑完的话 那你外面可以再加一个sum sum 钱瓜糊 再一个后果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 有一个数字 就加一个 如果两个就加两个 一直帮我加下去 那最后记得 如果你里面有一个阵列的话 请你按什么 Ctrl-Shift-Enter 让它怎么样 执行里面的阵列 如果里面有个阵列的话 你要把它每个都 做加总 记得外面 记得执行那个阵列是Ctrl-Shift-Enter 才可以做完 如果我相信很多同学这个地方 要做对 还真的 反而没有VPI 很简单 不过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技巧 以后如果你要在 以上执行复杂 的动作的话 就要这样做 可是你会发现 奇怪 为什么回来是个Value错误 你可以点 这个地方再插缓数 因为我们只有5个字 可是我的阵列 却有给它9个字 因为底下可能有大于9个字的可能 所以后面都有Value错误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先怎么样 在Sum Sum先把它 先移掉好了 我Bag回来 你如果说要把那个 错误变成0的话 那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逻辑 减下来 然后插入环数的时候呢 放在逻辑里面 有一个ifl 如果有错误发生的话 有没有 后面呢 因为我只有5个字 所以第6第7第8第9 都会是Value错误 怎么办呢 50就好了 有没有发现 ifl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就是帮我把后面的东西变成 没有 OK 就是不管几个字 反正他就会 如果没有字 他就用0来表示 OK 确定 再帮我把它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就是再解一下 再怎么样 再加一个Sum 或者你直接在头尾加Sum 也可以 然后把它贴上公式之后 在后面补一个后刮 一样执行阵列 Ctrl shift 再Enter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怎么样 应该懂得有逻辑的 只是说你可能做的时候 要很小心 然后做完之后呢 你上下填满 有没有 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执行正列 或里面没有正列的话 他就只会加第1个字 OK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这个中间 为什么加一个正列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抓后一个字 后一个第2个字 第3个字 第4个第5个字 抓进来判断 特别注意 Ctrl 这个记得很容易犯错的地方是你一定要外面这个地方一定要先给他一个刮壶 独立的 独立逻辑 那之前有同学忘了加这个刮壶 就成 那就错掉了 插一个刮壶结果也不正确 那一样的道理如果说呢 我要抓非数字 非数字的话 如果你做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Ctrl C 然后呢 再到这边 非数字就Ctrl V 帖上 那非数字的逻辑是什么样 那非数字的逻辑是什么样呢 其实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偶 偶是什么呢 或嘛 如果他应该是 大于 小于48 或者是 大于是57的话 或对不对 那 这个逻辑就是表示非数字 OK 那非数字有个特性 我刚刚讲 如果是True的话 True就是1 False就是0 那特别之后 如果是 偶的逻辑 就连辑的话 只要有一个为True就为True了 所以特别之后你不用 不能用乘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只要有一个 所以就是用加的逻辑 中间用本来是乘的 对不对你把它改成用加的 用加的话 他就会得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出来 我把这边做一下 因为这个实在有点难度 把它贴上 我把刚刚的来改就好了 中间记得1 把它改成加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有一个是1 但 而且不可能两个都是 不可能变2 为什么因为一定不是 比47 小 不然就是50 那所以这个逻辑不可能同时发生 那所以 特别是1 先把这边 先把它改成加号 第2个的话来看一下那个逻辑 那个逻辑的话一定是什么 如果是 小于48 或者是 大于57 所以 OK这个方向可能要改一下 48 然后这个方向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本来是 大于变成小于 对不对 然后第2个逻辑是 这边也是一样 要把它改成57 然后呢方向也把它改一下 变小于变大于 好 记得 我大概就改1 改方向 OK 然后呢最后一样 Ctrl Shift 加Enter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另外如果你做错没关系 底下这边都有我刚做完的答案 在这里 记得这个大刮满 这个不是自己用打的 请各位注意一下 大刮满是 Ctrl Shift 这个大刮满一定是 以前是打勾 这个时候不能用打勾 一定要Ctrl Shift按住 再加Enter 他就会自动帮你加大刮满 你不能用自己打大刮满 如果你自己打大刮满 也不能执行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如果看书 书里面是大刮满 他就打大刮满 奇怪为什么结果不出来 因为那个大刮满是Ctrl Shift 加Enter 所产生的 OK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难度相对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你可能可以分几个阶段来做 第一个Core先做 第二个再把它切割 切割 Mid 第几个字 然后再去处理 逻辑的部分 如果是交集用乘 如果是 那个连级就偶偶的话用加 因为我们的 那个数字 只有五个字 可是我们一直到9 因为要配合底下还有 可能最少有 8个字还9个字 所以我们 让他那个 长度射到9 所以 后面有几个会有 R 就是会有错误 仅Value 所以我们先用 ifl 过滤 变成 0 然后最后再把那些 4的加在一起 用上 所以其实理论上 这个有点像 在那个资料编辑列上面写 很多行程式 可是没办法 资料编辑列只有一行 你只能写 在一起 所以相对的会比较困难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下 那后面的话 当然同样逻辑 我们会再把它转成VBA 那相对起来 你会发现 其实用VBA来 处理这个事情 感觉 相对起来 我觉得反而 比较简单一点点 就不用把它挤在同一行 全部把它 一定要把它全部做完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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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